可是我覺得新平台的話 通常如果是 就是怎麼講 要轉換別的平台的話 我覺得是要你 你可能人數還沒有破千 你去轉平台 我覺得那個還OK 但是如果你在這個平台已經有固定的人數了 可能有五六百 應該是說五六百吧 五六百以上我就覺得算多 如果你這邊 因為觀眾已經有固定人數有五六百以上了 我覺得就不要轉 不要任意的去轉頻道 除非那邊給你的 給你的價碼真的很誇張 因為你轉頻道的話變成說 你的你的商案其實就不好接了 除非他那個 他那個譬如說他可以開給你一個月可能 二三十萬之類的以上 那你可能可以考慮 就是可能底薪就給你那些錢 但是如果他開的價錢沒有你賺的價錢的多的話 沒有 沒有你可以賺的價錢的可能1.5或是兩倍以上的話 我覺得就不要轉